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四条手臂一摸呼啊 四肢手掌呢 一下子诡异的抵在了一起 呼的一声 两团七色光芒立刻在四肢手掌之间爆发而出 一下子诡异的就幻化成了一颗七色的光球 并一下子狂胀起来 开始啊 这不过头颅大小 狂闪了几下之后啊 就幻化成了一层七色的光照 光芯艳丽的霞光 一下子将二者身形的全都淹没进了其中 并漠然的爆发出了低沉的嗡鸣之声 光照竟以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频率震动了起来 同时呢 表面无数的大小符纹狂涌而出 散发出了绚丽至极的光芒 喷的一声 银色匹炼顿速之快 远超常人想象 却后发千锥的到了光照上空 并狠狠的一展而下 诡异的一幕幕出现了 几乎离光照还有半尺远 光照附近默然虚空一见模糊 银色匹炼一探没有办法再进寸许了 新课之后 体炼更是一声哀鸣献出了原形 并一下子高高的反弹而开 含了一件此情形啊 心中一领 心中的法觉 漠然一催 两座山峰一画 光芒万道的画为了百丈之高 气势汹汹一压而下 轰轰两身啊 光照表面一阵扭曲 两座山峰竟然同样的一探而开 而光照安然无恙 而十三只紫纹灵虫所画的十三团紫光 也交二连三的撞到了光照上 光照附近的虚空啊 一阵颤抖 似乎呢 想要将这些灵虫同样的弹开 但是十三只灵虫一下子坚明之声大气啊 体型的一阵暴涨之下 竟化为了数尺般巨大 同时 知足一探之下 竟漠然生出了一层银芒 钢针一般的纷纷扎入到了光照附近的虚空中 光照附近虚空尽管扭曲 颤抖不停 这些紫纹灵虫啊 竟然仿佛扎根在了远处 根本不动一下 不仅如此 这些灵虫呢 还突然口一张 各自的喷出了一根拇指粗细的金丝 一闪即逝 竟直接忽视光照那诡异的防御能力没入到了其中 原本呢 看似明后异常的七色光照 顿时 一阵光芒颤抖啊 一股股艳丽的霞光 沿着十三根金线织网 这灵虫身上狂涌而去 几乎呼吸之间的功夫 光照就一下子变得暗淡了下来 汪名之声更是大简 似乎灵力以一个可怕至极的速度 在飞快地流逝着 两只琉璃傀儡见此情形似乎呆了一呆 但是马上 碎手间七色光芒时再次的爆发而出 化作一股惊人的灵力啊 往四周狂驻而去 光照一闪之下 就重新的光芒打放 并再次嗡名之声大气 但是 十三只灵虫吸取光照灵力的速度显然也是惊人至极 让两只流利傀儡纵然还有其他弱大的本领 一时之间的却也不敢分开手掌分毫 人者意外的竟一时僵持在了那里 韩力见此情形啊 先是有些愕然 但是随之就大喜 单手一瞎剑绝 七十二口轻蒙蒙的小剑 立刻从他的身上是击射而出 一闪即逝 化为了数百剑影的到了光照上空 并汇聚一起化为了一口十丈长的青色飞剑 斩 韩力口中一声嘀咳 手指呢 冲青色的巨剑连连点出 巨剑一声嗡鸣之下 立刻就化为了一道清光啊 是一踢而下 也许青竹风云剑在变化玄妙上 还比不上那剑银齿 但是呢 单从犀利上讲 七十二口飞剑合力一展之威能 却远非银齿可比的 并且此套飞剑啊 作为韩力的本命法宝 又经过了如此多年 在体内的精心的培育 同样的诞生出了一丝灵性 也隐隐的有了一些破空的特性 现在呢 那七色的光照纵然异常玄妙 本身的灵力却大半的都被 十三头子文式金虫给牵制住了 故而韩力对此剑的一展自觉有七八成把握可以一击剑弓 可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关键时刻 意外 漠然发生了 在远处青色巨剑刚一落下的同时啊 突然呢 韩力头顶波动一截 一团黑色的光霞浮现而出 并一闪之下 就幻化成为了五个并列一排的斗大的鸭子 韩力只觉得空中一声问响 一股距离狠狠一压而下 仿佛瞬间五座大山同时压身一般 要不是他肉身强横远超想象 换一名普通的同些人族修士啊 在此距离一压之下 即使说小命勉强能保 肉身也绝对会立刻崩溃而开 同一时间 韩力足下处 以这紫色小顶无声无息的浮现而出 顶后啊黑光一个卷下 三个一般的黑色骨子定 一闪浮现而出 韩力顿谁呢只觉得身躯一紧呢 手足仿佛同时被一层无形的 刚固死死的困住了 体内法力也为之一宁 不光如此 在韩力身躯一侧蓝光一闪 一具透明仿佛冰雕一般的傀儡 一闪现行而出 手臂一动之下 一口树杖许长的透明的巨剑 就化为了一股进风是横扫而来呀 另一处呢 淡淡的金光一散 一扬二煞中的美妇现身而出 面带争鸣的两手齐扬 一团绿火和一口血红飞剑 同时及时而出 绿火叮噜溜一转之下 默然之间就化为了一只 青面獠牙的车伦大的鬼头啊 呲牙咧嘴的呀 直扑寒厉而去 那口血色飞剑一晃之下 却爆发出了让人心神难安的立笑之声 散出了一股呢 浓浓的血腥一展而去 村里借助此地的玄妙的剑制 和手中相关的控制法盘 隐瞒过了韩力神念和陵墓的探查 在他最忌惮的两座吉山和陵虫离开 韩力的一瞬间 就联合呢 另外一只合体等级的傀儡 发起了阴险至极的贴近的偷袭 而且一出手就雷霆一般的凶猛 诸多的手段一起施展出来 想要一击呢 就让韩力陨落当场的意思 面对如此出其不意的凶险的攻击 即使韩力也不仅是瞳孔一缩 但他马上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 他体表啊 金光一放 身躯一下子巨大的数倍啊 一层金色的长矛浮现全身 就再次地化为了山岳巨猿的模样 化神巨猿之后的他 这体内一股灵力是涌现而出 无论身上的重压 还是下方传来的惊人的距离 都对其呢 再也没有办法限制分毫了呀 体内法力更是瞬间恢复的正常 一声大喝 居然上半身黑气一阵翻滚 天外魔甲一闪浮颈而出啊 无数的黑色符纹从甲上狂涌而出 形成了一层护照 而背后则金光一闪 一个三头六臂的法相显现而出 六条手臂一舞之下 六口金色巨刃同时浮现而出 胶椎一展之下 迎向一侧的透明巨界 同一时间的一道绿影也从寒历身躯中激势而出 迎风一化就化为了另外一名绿夫寒历 和二话不说的往另一侧一横 两手一动 顿时漫天的绿色的拳影密密麻麻的直接击向了鬼头和血缩的见光 至于巨猿本体则是大口一张 一团银焰急事而出 下一刻 各种光芒呢 在巨猿附近暴力而开 一团团的巨大的光球接连浮现 刺目耀眼至极 更有一圈圈的冲击波浪 狂风一般的向四周狂卷而去 仿佛将一切都要吞噬一空一般 突然一声惨叫之声发出 一道人影啊跌跌撞撞的 奔波浪中心处到势而出 身上血涕斑斑 一条手臂赫然是其间而断啊 正是刚才呢 还气势汹汹的美副 不过此刻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一声冷哼过后远处光芒一脸 巨猿高大的身躯和另一名绿夫寒历 并肩显现而出 巨猿一只手掌五指扣着一团绿燕 另一只手掌呢 则紧紧的握着一口紫色断刃 绿燕中一只碧绿色的骷髅头 口喷黑气偏命的晃动不已 姨父呢 想要挣扎而逃的样子 但是含力变化巨猿是何等的神奇啊 五指紧紧的扣住了骷髅头 让他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手掌分喉 那口紫色的短刃散发着骨色的光芒 并由一丝天地法则之力 从上面隐隐散发而出 旁边的身躯化身 和面无表情 一条手臂融化一般的 只剩下了一根晶莹的白骨 另一条手臂呢 则是焦糊一片 仿佛被什么魔咽烧过了一番 而在二者不远处的一旁 一个金光灿灿的身影 正和一只忽影忽现的透明的傀儡 打得不亦乐乎 仿佛一时之间的南风上下出来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闲天之宝 法相亲生 美妇一声仿佛被人捏中 喉咙的尖叫声过后 立刻呀 单手一翻转了 手中多出了一个银色法盘出来 满脸精细的急忙一晃 村里附近淡淡尖暇一收 整个人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下一刻就要一闪消失不见了 寒历见此情形 心中赋斐一句 但是眉宇间的黑光一闪 这四只眼睛一下子浮现而出 并黑芒流转的喷出了一道黑色的光柱 一闪即逝 黑色光柱 几乎呢和美妇身形啊 同时都不见了踪影 但是一声闷响 数十丈外的黑光一闪 美妇一脸惊慌的从附近虚空一推而出 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身形 远处金毛巨猿就默然一声冷哼啊 美妇一听之下 机灵灵的打了个冷战 身躯一晃竟不由自主的往下坠落而去 几乎同一时刻 巨猿身形的往前一扑 一声晴天霹雳啊 在雷电交加中一只银色巨棚幻化而出 背后银色电弧一阵交织啊 竟又生出了一对晶莹的电翅出来 巨棚 目中航光一闪 四翅齐山啊 顿时一声破空爆鸣 巨棚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一声轰鸣 数十丈外的美妇背后 以这银色的巨掌默然弹舍而出 一个闪动之相 就出其不意的洞穿了美妇的身躯 巨掌上一声清响 一股银焰方滚涌现 美妇身躯被腾腾的烈焰啊 包裹进了其中 瞬间化为了灰烬 连原因都没有来得及顿出啊 这个时候 又是一声唯鸣 银色巨棚 使四切再斩之后 体型呢 迅速的缩小 重新恢复了人形 他转头看了一眼 眉头呢 是微微一皱 十指一驱啊 冲远处连弹不已 一道道清蒙蒙的剑气 密密麻麻的弹射而出 美妇都恰好 斩在了傀儡想要后退 躲避的方位 而这傀儡呢 明显的不擅长 运服这种情绪 而是擅长啊 隐匿刺杀的类型 于是在这种强功之下 顷刻之间 这具傀儡就被逼得节节后退 一个疏忽之下 他就被金颖暴风雨般的 金色巨刃 乱刃分尸的 更远的地方呢 两具流利傀儡 同样的是危机万分 原先七色光照 虽然说因为 韩丽这边被偷袭的缘故 让青色巨剑 最终的没有来得及落下 就发出了一声哀鸣 凭空消失了 但是 他们在那十三只紫文灵虫的 狂写法力的情况之下 还是没有办法支持的 自行破裂而开 十三只甲虫一声思鸣 立刻扑向了两只流利傀儡而去 两只傀儡却是四臂 某人一抖 同时那身形向后提出而去 不光如此 两只傀儡空出的四手 同时宠灵虫一扬 一片银色电弧 和一股黄色光辖飞进而出 银湖交织闪烁之间 爆发出了惊人的轰鸣 似乎蕴含着莫大的威能 而那股黄色的光辖却无声无息 仿佛青云流水一般的毫不起眼 紫文甲虫面对这种攻击 丝毫躲避之意没有 双齿震动之下 就分成两波 没入电弧和光辖当中了 银湖瞬间霹雳之声大作 所有的银湖寸寸碎裂 爆裂而开 电光闪动之间 似乎连附近的虚空 都隐隐的有一股 焦虎炽热之意啊 而黄色光辖里面 密密麻麻的符文 诡异的浮现 瞬间呢 就将其中的灵虫 包裹进了其中 也一下子光芒大盛起来 此霞似乎也有某种神秘威能啊 但是 这十三只紫文甲虫 乃至寒历 用数万式金虫互相吞噬 才得出来的候选的虫王 无论身躯坚韧 还是拥有的其他神通 根本就远超 普通存在所能想象 无论被电光狂批不停 还是被黄霞中浮纹 死死包裹 纠缠的灵虫 对这些攻击呢 均都是视若无睹啊 浑身的子文 一刃仗缩不定之后 就诡异的洞穿 电光和黄霞 紫光再次一闪之下 随一闪即逝的 到了两只傀儡面前 两只琉璃傀儡 虽然不会有 普通生灵的情感 也不会有什么畏惧之意 只是身上琉璃灵光 一流转之后 一个手中呢 突然多出了两口 齐薄狭长的透明的长刃 另一个呢 则多出了一柄 两丈长的七色长枪 三件兵器略意舞动之下 顺时呢 无数的刀芒和点点枪花 漫天飞舞的浮现而出 将十三只灵虫 均都一下子卷入了其中 一阵叮当乱响之后 子文灵虫 纵然说 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但是也一时之间的 没有办法真的靠近 两只傀儡 这个时候 远处的寒历 也正好忘了过来 目睹此景啊 脸色一沉 索化巨猿突然一声长笑 原本被弹到高空处的原祠吉山 立刻一闪的 在原处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两只傀儡上空啊 波动一起 黑色山峰 诡异的显现而出 滴溜溜的一转 一股呢 灰蒙蒙的光霞是一照而下 两具傀儡却丝毫不惧 手中兵刃是丝毫不停啊 反而一扬头颅往高处张口一蹭 呼呼两声 两道七色光柱 激视而出 和灰色的光霞 是撞击到了一起啊 两者交织之下 同时爆裂而开 各色的光霞 在空中的 却僵持不下起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巨岸 背后一声轰鸣 一对金银雷翅浮现而出 夜闪之下 庞大的身躯 就化为了一道电弧不见了踪影 几乎同一时间 两只流利傀儡身后处波动一起 居然呢 就在无数的电弧交织之下 骤然之间现身而出 并略模糊的手臂动了一下 轰轰两声传来啊 两具傀儡胸前七色光芒一阵晃动 两只毛茸茸的拳头冰冷至极的 默然之间浮现而出 并散发出了一种 异样的金光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54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